《懷斯谷自由行》 《懷斯谷自由行》这幅作品 代表了时代的交替 以美农的烟楼为主要的主景 这幅作品里面 它有一个丰富的 45度角的斜色光线 前面的部分是代表黑暗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是代表光明的部分 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希望说 如果说一个人透过你的努力 你可以从前面的废墟里面 慢慢的延伸变成一个很美好的愿景 逐步消失的风景 本身我在创作这幅的时候 我是以左边是一大片的铁皮 铁皮屋的建筑还有电线杆 那就是表示我们一些人类 一些文明开始入侵了我们的一些风景 之前在我来讲 我会以为创作就是把技法练好 但是到了研究所之后 我的整个观念就改观了 然后开始思索 你要呈现的是什么观念 让我慢慢的开始思索 从开始周遭的环境开始去 慢慢的去发掘 我这一次的创作理念是因为台南县七谷 这个地方它的木毛黄 大部分都已经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我很想把这个当代的环境 用油彩把它表现出来 在那个油彩的表现 我是主张用直接画法 那直接画法就是不修改 我也不拥有 那一次就把它完成 一气呵成的方式呢 让线条让比出了更加的具有生命力 油画类入选作品 王红印 记忆的厚度 李爷雅 这些年来过得好吗 李芬兰 欢乐时光 李基铭 机会与目标 林威如 冬雪 春泥 记之一 林浩白 凋零之前二 徐昭华 幼 张荣展 当围风指席 许蔡林 今日景观温室山水 李芬兰之一 陈妙林 科护 陈妙林 科护 陈彦舟 创作的试炼 陈伟明 自然与异象 黄阳凯 街头艺人 蔡林贤 谢君寒 爱人 简梦经 空间物语 演乐其 幸福的背后 苏世文 敦煌武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英雅